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咱们不管是冷棚种植还是暖棚种植 那么一些瓜果粒或者是茄果粒的蔬菜 那么这个温度越来越高 需要这个钙元素就是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钙元素在番茄上可以说是仅次于 那么蛋林甲这个元素之后的 那么我们在市场上常见到的这个钙 你比如说有这个凹河特的钙肥 也有这个糖醇钙肥 好多咱们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选择 有些农户也辨别不清楚 到底说这个糖醇钙比较好呢 还是凹河它的钙肥比较好 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个糖醇钙 它也属于是一种凹河过来的 您比如说我们常见到的这个木糖醇 或者是山梨醇等等 它又经过和这个钙元素相结合 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些工艺 形成了这种糖醇这个钙 您比如说咱们使用这个糖醇钙以后 这个糖醇钙被吸收以后 糖醇就是作为一种载体 然后来吸收这个钙 而这个凹河泰的钙肥 就是我们常见到的EDTA钙 就是凹河泰的或者是落河泰的这种钙肥 那么从这个吸收利用率上来讲 这个凹河泰的钙肥 吸收利用率会更高一点 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比糖醇钙 这个价格要适当的会高 所以说咱们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 建议可以首选凹河泰的钙肥 如果说没有凹河泰的钙肥 那么我们再去选用糖醇钙就可以了